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把那個絕對路徑改成為相對路徑 那 第一個動作特別注意 我們有兩個地方要改 這個 跟這個 所以你將來改完之後 可以把它怎麼樣 直接 複製過來就可以了 那 第一個 因為它原來是一個字串 不過這一串真的是一大串 串 而且蠻長的 一大堆 那基本上你可以暫時不用理會說它裡面是什麼 反正你只要找到路徑 那我的習慣是 一 先找到路徑的 資料夾部分 特別注意到哪裡呢 請記住 這邊有個斜線保留 OK 這個斜線指的是 跟目錄 就是在 哪個目錄的後面 如果少那個斜線就會出問題 所以選的時候記得 一 選的時候 把除了 檔案 跟斜線以外先選起來 二的話請你把它加雙引號 加雙引號兩個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 OK 應該知道意思啦 跟前面好像蠻多 那個VBA都差不多 就是 切開來之後 放個東西 那AND的前後加空白 那AND的中間加什麼 加上 相對路徑 那相對路徑怎麼抓 第一個 去找 現在這個工作部 現在這個工作部的路徑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也是有 檔案的路徑 他會告訴你什麼 就是你那個在哪個目錄裡面 也就是剛剛那一串 OK所以他會自動抓 那自動抓 現在這個檔案 那現在這個檔案是工作部 所以他的關鍵字是List 工作部就Work Workbook 應該很好記啦 那List的話 Workbook只有一個 所以不會有負數 所以不會加S List Workbook 點下去 那特別是字不要拼錯 那怎麼知道你字拼對還拼錯 你點下去 如果有清單跳出來 那恭喜你你打對了 但是如果你點下去 沒有清單 那請你注意一下你可能打錯字 OK可以從這地方判斷 那我怎麼知道說他現在路徑在哪裡 有一個屬性 叫做PASS 所以你打個P 往下 PASS就出來了 把它點兩下 或按空白鍵 OK 做完了 OK 那你移開之後他自動會變大寫 第一個字 那你再把這一串怎麼樣 把它複製 取代什麼呢 這邊 這邊一樣有雙引號開頭 雙引號結束 那你直接 其實好 這個地方 跟這一下 應該是這邊 留下什麼 一樣留下這個 斜線跟 付檔名 跟檔名 OK 然後貼上就可以了 OK 不對 貼上那不對 貼上 那這邊多的 所以 進行 進行